一颗颗大又新鲜的蔬果摆上桌 展现台湾农业技术团在帛琉努力的成果 因为帛琉受限环境气候及栽种技术落后等 国家蔬果生产力低 透过台湾农业竞数团的进驻 除了开发示范农场 培养居民自己自足的能力 也将蔬果提供给当地学校作为早午餐食材 从小培养学童健康蔬食习惯 我们生产的蔬果大概有70% 会投入到伯留学童的早午餐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 在我们的计划介入之前跟计划介入之后 他们的每一餐的蔬果摄取量有三倍的提升 帛琉国民因饮食西化及蔬果设食不足等因素 常有营养不均和肥胖等健康问题 未能永续建构帛琉国民的蔬食习惯 并在脆弱岛屿环境下生产当地蔬果 国合会自今年起执行六年 强化蔬果增产 促进营养均衡计划 透过台湾农业技术团的努力 目前已在帛琉稳定种植超过40种蔬果 另外也规划营养咨询 烹饪课程 以及社区饮食味教与校园营养教育 有效提升居民健康饮食观念 他们可能每一餐可以食用蔬果种类是两种三种 可随着我们推广多样化的物种的种植 他们可能加户摄取到蔬果种类 可以变成四种五种六种 那他们就可以增加均衡饮食的可能性跟机会 外交上当然是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我觉得比较大的对他们的帮助是在居民去把技术养成 然后让他们可以自己去 之后就可以自己种植 帛琉全国由340个珊瑚礁岛组成 可耕地有限加上年雨量多 农产值仅占国内GDP的1.6% 农产品尚无法自给自足 食品多半仰赖进口 透过市份农场发展多种类蔬果生产技术 国会会希望改善居民生活 强化粮食安全 逐步达成营养健康 改善愿景 原始新闻 日文日文日文博留共和国 采访报道